苗族这个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多民族中间 它是一个迁徙最多的一个民族 其实它比较早的生活地区 本来是在江淮 当时它的首领主要是赤尤 赤尤给皇帝的大战赤尤失败了 赤尤失败以后就导致很多部族 包括后来的苗族就向南迁 这一次南迁是苗族的第一次南迁 迁到长江的中游地区去了 第二次比较大的迁徙是在摇顺宇的时代 继续南迁到今天的洞庭湖 彭黎湖到这一带去 第三次应当是在春秋战火时期了 其中苗族也是楚国的一个重要的部族 楚国在春秋时期他是五霸之一 战国时期他是七雄之一 但是随着秦的崛起 最终的话秦灭掉了楚 这个楚的部族就四散了 苗族就进一步向当时的江西啊 四川啊 这个山区迁徙 第四次迁徙呢 是在汉代 苗族这时候就往现在的四川 这个云南 贵州 往这一带迁 第五次就是明清时期了 苗族呢 主要是迁到东南亚的国家 所以这样一个迁徙过程 导致了这个民族的话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因为它要不断地迁徙 那么在迁徙的过程中间 它需要把一些 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 带在身上 就是把金银戏